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0月18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传出平安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至9节 那时候 主另外选定了72人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 他对他们说 庄家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家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 收割他的庄家 你们去吧 看 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 往狼群中 你们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鞋 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 不论进了哪一家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如有和平之子 你们的和平 就要停留在他身上 就要停留在他身上 否则 人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和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挪到那一家 不论进了哪座城 人若接纳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城中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 已经临近你们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今天 我们庆祝圣使路加的庆日 庆祝这位 皈依基督的外邦人 如此热火地成为了使徒 成了用文字记录 他从未看过的耶稣 他为何那么热衷于 传扬基督呢 在今日福音的开端 他写道 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 派遣他们 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 到他自己将要去的 各城各地去 圣路加相信自己去传福音 不是自己去 而是为主开路 只要他愿意被派遣 他无论到哪里 主也迟早会到那里去 今天 我们希望主耶稣 到哪里去呢 到你的家里去吗 到你的修会去吗 到你的堂区去吗 那你是否愿意 为他开路呢 主清楚说 这路上会遇到各种挑战 而我们也会感受到害怕 如同羊在狼群中 但神奇的是 耶稣也说 我们什么都不用带 意思是 他会供应一切 我们不需要担心 也不需要忧虑 然而 耶稣希望我们带着一颗 满有平安的心 去传他的福音 平安 来自不寻求自己的利益 来自愿意慷慨掏空自己 坚信主会百倍赏报 平安 来自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也甚至不评估自己做得好不好 只在主面前 掏出我们的两文钱 祈祷的人 交托的人 就有平安的心 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 无论我们在哪里 平安心 会帮助我们与他人真心 开放的来往 或许只有一个平安的微笑 但那人会因为你的平安 而渴望认识住在你内的天主 种下种子 你愿意为主开路吗 你需要什么呢 求他吧 最后 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我渴望你赐给我的平安 来自你白白爱我的平安 不是要保守为个人所有的平安 而是要慷慨分享出去的平安 感谢你派遣我 我愿意去 我愿意分享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勇敢地为主开路 把他的平安 慷慨地分享出去 我们明天再见 我愿意在爱你 我们明天见 保护 来自台湾主言 保护 我愿意对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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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 我们老师 愿意 我们还愿意